大家好,今天要为大家介绍极点卡设定教学 Lite极点卡是一种电子化的极点卡 可以让店家简单又快速建立好专属店家的极点活动 吸引顾客回流 使用Lite极点卡可以让你省去纸本极点卡 或者是极点贴纸的印制成本 你可以轻松地发送点数给你的顾客 在后台也提供数据让你立即检视活动的成效 对顾客来说他也只要带着手机打开他的Lite 就可以随时查看自己所拥有的Lite极点卡 可以随时集点 不必担心卡片的遗失 那现在我们就进入Lite电脑版的后台 并且点选左边的极点卡来进行极点卡设定的教学 进入之后 在款式的地方 你可以选择一张你喜欢的集点卡款式 这会是顾客集点时候所看到的集点卡的背景 在这里我们选择一张紫色的款式 接下来是设定集点卡的项目 第一个看到的是所需收集点数的地方 你可以因应的活动需求 设定顾客所需收集的点数 点数最多可以设定50点 这边我们选择10点来作为一个示范 也就是说顾客必须集满10点 才可以领取店家的奖励 接着 在集满点数优惠的地方 是让您决定顾客集满点数时 您所要发给顾客的奖励优惠是什么 我们这边点选设定 来选择发放的优惠 进入后你可以点选右上角的新增新的优惠券 来制作您的优惠 在标题的地方 我们输入集满10点送熊大拿铁咖啡作为示范 在使用说明的地方 我们使用预设好的文字 若您有其他的需求 您也可以作为修改 接着是有效期限的地方 是指当顾客集满点数 获得优惠券后 这张优惠券的有效期限 有效期限的设定有两种 第一种你可以设定是 至获得优惠券起的某一段时间内 它必须要使用完毕 在这里我们设定一个月作为示范 我们选择零年一月 也就是说 系统将在顾客获得优惠券的当天 会自动推算一个月的有效期限 并显示于优惠券的上方 举例来说 如果顾客是在7月20日集满点 获得这张优惠券 那优惠券上方会显示 有效期限为8月19号 第二个方式是 可以设定为无使用期限 也就是说 顾客集满点数获得优惠券后 任何时间它都可以回到店里做个兑换 接下来在优惠券图片的地方 你可以选择你预发送的优惠相关图片 你可以点选上传 选择一张适合的图片 接着在背景款式的地方 代表的是这张优惠券的背景的颜色 我们这边选择淺蓝色的样式 全部设定好后 你可以按创建的按钮 点选创建后 你会出现一个视窗提醒 告诉你 一旦你的集点卡的奖励优惠券创建之后 是没有办法再做删除或者是编辑的 所以如果你在公开集点服务之前 你想要变更你的集满点数的优惠 你直接建立新的优惠券就可以了 你点选确认并继续 接着我们回到一开始设定优惠券的地方 你可以点选选择 就完成集点卡 任务完成后的奖励优惠设定 接着在额外优惠的地方 你可以决定是否要在顾客集满点数前 先发送中途里给他 以我们这个例子为例 就是说当顾客收集到十点可以换一个拿铁之前 我们为了鼓励大家回流 我们可以设定在顾客集满五点的时候 先给他中途里 像是马卡龙或者是手工饼干 作为奖励 请您注意 额外优惠是中途里的概念 所以当顾客集满兑换中途里后 点数是不会消失的 顾客可以继续集点 直到集满所需的十点为止 接着在有效期限的地方 你可以决定这张集满卡点数的有效期限 设定有效期限的方式有三种 第一种 自顾客最后一次使用日期算 也就是从顾客最后一次集到点的日期 开始算一段时间 点数都会是有效的 第二种 自顾客取卡日后起算 也就是从顾客第一次点进这张集满卡的日期 开始算一段时间 点数都会是有效的 第三种是没有使用期限 意思就是说顾客所获得的点数 永远不会被归零 店家可以随时开放点数 让顾客持续的累积点数 在这里我们设定这张集满卡的有效期限是 自顾客取卡日后算一年 我们在这个选项的后方 选择一年 零月 代表用户所获得点数在取卡后一年内都有效 超过一年后 用户所收集的点数都会被重置 也就是会消失不见归零 当点数有效期限到期时 顾客如果点进集满卡 系统会跳出视窗提醒 此集满卡的有效期限已过 点数将重置 意思就是说点数会消失不见 系统会重新显示一张空的集满卡 接下来在有效期限提醒的地方 你可以决定 你要在什么时候提醒用户 此张集满卡即将到期 在这里我们设定为 于有效期限一星期之前 也就是说 在该用户的点数即将到期的一个礼拜之前 系统会用官方账号 自动发送LINE讯息提醒他 此张集满卡的点数将到期 在取卡回馈点数的地方 你可以设定顾客第一次拿到几点卡时 可以获得的点数 在这里我们设定一点 就是顾客取得点数后 可以立即获得一点 在防止不当使用设定的地方 你可以设定是否要限制顾客连续取得点数的时间 以防止顾客不当使用集点卡 我们这边设定一个小时作为示范 也就是说顾客一旦得到点数后 他必须要再等一个小时 他才可以再次获得点数 这个部分店价可以依您顾客的回流特性 来选择是否要开启此项的设定 接下来在使用说明的地方 你可以设定此张集点卡的集点规定 在这边我们建议加上荧幕上这几个说明 接着在显示于图文选单的地方 你可以设定你是否要让这张集点卡 显示在聊天室下方的图文选单中 让顾客可以点进集点卡的连接 如果你选择显示 当顾客加入你的Lite账号好友后 他进入聊天室 他就会呈现如图所示的画面 当顾客点选下方的图文选单 他就可以直接连接到集点卡的画面 并成功取得该集点卡 最后在点数郑送画面设定的地方 我们可以设定当使用LiteApp 显示点数QR Code给顾客扫描时 App上面所显示的点数按钮 这边我们建议使用预设的 一点到四点来做使用 举例来说当顾客消费后 他可以获得三点 你只要打开LiteApp 点选三点的点数按钮 系统就会呈现三点的点数条码 这时候你就可以让你的顾客扫描 获得三点 最后全部设定完成后 你可以点选建立升级集点卡 暂存 或者是公开服务 建立升级集点卡 是指将您刚刚建立好的集点卡 继续设定第二关的集点任务 也就是说一旦顾客集满点数后 系统会自动发给他第二集的卡片 让顾客继续进行第二集的集点任务 再来是暂存的部分 你可以将您刚刚设定好的集点卡暂时储存 待日后编辑 如果你已经确定你的集点卡都设定完毕 而且决定要开始进行集点活动的时候 你就可以点选公开服务 以及确定 本章集点卡就可以设定完成并且公开 这边要提醒您集点卡公开服务后 有效期限和有效期限前的提醒 将不能再做修改 另外如果你已经开始发放点数 但你却想要修改集点卡的点数 和优惠券的设定时候 为了维护顾客的权利 再更新设定只会套用在新取卡的顾客身上 已经取卡的顾客 还是会看到原本的集点卡 公开服务后我们回到左边 再次点选集点卡 这个时候集点卡的选项 您已经可以建立印制用的点数行动条码 编辑集集点卡 点数证送管理 统计管理 分享 以及设定店铺位置资讯 最后分享一个宣传集点活动方法给您 如果您是认证账号店家 您可以在设定店铺位置资讯的地方 设定您店家的地址 选择设定为可以搜寻 并且储存 顾客就可以透过LINE集点卡的搜寻店家功能 找到您正在举办的集点活动 以上这就是集点卡的设定教学 更多的教学请参考其他影片 若您想获得其他最新资讯 成功案例 欢迎使用手机扫描上方QR Code 加入LINE生活圈上架报 您即可不定期获得最新资讯 谢谢